为了美,她30年不吃晚饭,连阴癌做手术前也要先化妆。 谁是娱乐圈里吃得最少的人?很多人第一个念头想到的就是鲁豫了。 作为一名着名主持人,其除了主持能力被广大观众肯定外,另外为广大观众熟知的就是她的瘦了。 据鲁豫自己说,她自己从来不吃主食,而且她还表示自己对胖瘦的态度是有问题的,明明很瘦,可是当她照镜子的时候还是会觉得自己胖。 另一个就是杨丽萍。作为一名在舞台上一表演就是30年的舞蹈演员。 杨丽萍对自己打的身材很是爱护。一手长长的指甲,更是让她进食都成了一个问题。 所以,杨丽萍曾在被人问及如何保持身材的时候,回答道,吃少点,自然就瘦下来了。 今天我们要说的还有一位,她对美丽的追求比起上面两位更为痴狂。 2018年已经64的梵立军在年龄上虽然已经是奶奶级别的人物,但是,在样貌上她却依然是30岁模样。 一条红色长裙,一双到达10厘米的高跟鞋,让这位已经年过60的女孩显得更加瘦美。 每次出门前精致的妆容,更是让人难逆岁月在其身上留下的痕迹。 即使是在患上三阴性癌晚期进入医院接受手术时,她还是坚持先化好妆。 自己为自己量身打造,亲手制作的服装和配饰,还有发型师精心设计的发型,让她在人群中显得更加耀眼。 为了使自己显得更加瘦美,她坚持30年不吃晚饭,她容不得自己稍有邋遢的一面被世人发现。 也许是她对生命的认真态度,所以在患癌症的五年里,在她接受了25次放射治疗和6次化学治疗时,她从来没被痛哭大半,凡时体内癌细胞奇迹般消失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